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中央球场 迎战三号种子科贝尔 张帅以2比1战胜对手 继2016年之后 再度在国家网球中心晋级女单八强 下一轮他将挑战星科美网冠军大阪之美 决胜盘张帅送出甜甜圈在第二轮横扫匈牙利人巴伯斯之后 张帅昨天挑战三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科贝尔 此前两人有过一次交手 当时在2012年的法网首轮德国人12比0获胜 比赛开始之后 张帅很快进入状态 在直落四分爆发后 他在第二局的第二个破发点上把握住机会 连破带爆之后取得3比0领先 第四局 德国人在局点上出现双雾 张帅又一次拿到破发点 不过 可贝尔还是守住了这一局 但1比4落后的他在第六局依然表现低迷 张帅连得自分进入自己的发球胜盘局 强势的发球帮助中国金花保住这一局 以6比1先拔头筹 第二盘比赛 三号种子状态 优走回升 和守盘的张帅一样 也以3比0开场 最终 张帅在化解了一个盘点之后 12比6告负 比赛进入倒决胜盘的较量 可贝尔的身体出现问题 张帅的进攻则越来越强势 在勉力支撑了一盘施后 德国人以0比6被零封 被张帅送出田田圈 后者成功 晋级本届中望女单八强 科贝尔他今天打得更好 1988年1月18日出生的科贝尔今年30岁 他被出生于1989年1月21日的张帅刚好大了一岁 和17岁的达尼洛维奇以及波塔波瓦等天才少女 与他们相比 他们已经是寻回赛里的老将了 不过 不管谁晋级谁出局 他们都仍然在为自己所从事的运动而付出所有 这是超越胜负的一种热爱 比赛一开始我没有在最佳的状态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 我打得越来越好 他最终掌握了优势 并且赢下了比赛的胜利 赛后 又吸出现伤病的科贝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现在感觉有点疲惫 不过在比赛中我真的已经做了一切能做的事情 但是他总是能够将球回过来 而且率先拿下了一盘 我在这里比赛感觉很好 可比赛总有输赢 他今天打得更好 所以才赢下了比赛 和相对低迷的2017赛季相比 本赛季德国姑娘努力的让自己重回领级球员的行列 他在悉尼公开赛夺冠 奥网半决赛西拜哈勒普 闯入法网八强 赢下温网冠军 接下来他将备战在新加坡举行的WTA年终总决赛 现在我就是有点想要回家了 WTA年终总决赛是我的下一场比赛 我会努力争取在总决赛中取得好成绩 张帅说比之前有所进步6比1 2比6 6比0 张帅不但暴冷淘汰了赛会三号种子 而且还在决胜盘送了对手一个甜甜圈 对于和抢手对阵 中国姑娘说 自己也是一个抑制品质比较坚强的球员 所以当特点相近的两个人相遇 时候就看谁更勇敢了 我很高兴自己在面对这种高手的时候能够保持镇定 能够比以往做得要好一些 其实 我以前有过很多次在打得很接近 或者是领先时又输回去 这次在中网 我感觉自己在这个方面比之前要好一些 进入八强之后 似乎冠军也在不远的地方招手 但是张帅依然保持着冷静 他说现在考虑决赛还有点遥远 能够参加中网站上钻石球场 就很令人骄傲了 能战胜大满贯冠军 其实可以吹牛一辈子了 他说自己能够重新进入八强已经很开心 下一轮对阵新科美网冠军大阪之美 他自己还是要保持好的心态 为喜欢自己的球迷能够多看一场比赛而努力拼搏 北京城堡记者葛小倩 场外一起玩 北京开课北京城堡训 记者葛小倩 2018中国网球公开赛比赛如火如荼进行 场外的各类活动也陆续开展 日前 WTA慈善组织的一起玩 社区推广项目在北京市东城区天坛体育活动中心体育场进行 来自西藏洪志班等学校的50多名青少年网球爱好者 接受WTA年终总决赛社区活动行 向大使朱迪慕雷的亲自指导 由WTA慈善组织于今年秋季推出的名为 一起玩 国际社区推广 项目在武汉 北京和新加坡 举办一系列网球课堂 WTA年终总决赛社区活动 形象大使朱迪慕雷继续担任主要负责人 用快翼网球的方法推动全民网球健身 朱迪慕雷是国际知名网球教练 培养了冠军兄弟安迪慕雷和杰米慕雷 朱迪慕雷通过一起玩活动 用趣味 简单 互动的方式促进家长参与 提高孩子们的网球兴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